我以前在佛德教育基金会写奖金的时候 知道我的老师 简红文老师 就是金工老法师的学生 因为我是佛德教育基金会 聂典研究班第一届的 他培养我 他是这样一对一教我 从1997年开始教我 总共将近教了快七年 六年到七年 1997年 我是从这个最基本的佛邪日门 佛仪教经 八大仁杰经 四十六章经 阿赖温士佛吉凶经 再来就是地藏经 今天老师叫我说 你就专研地藏三经 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瞻查善恶报经 还有呢 大圣大吉 地藏十轮经 大圣大吉 地藏十轮经 大圣大吉 地藏十轮经 那我老师讲一个 早期他那个协奖金的一个有趣的故事 就这里讲遍体汗流 心中恍惚 泥沉不得 他就到我们这边有一个松山邪佛寿讲经 大概是讲普文评 那么因为那早期他们那个邪佛寿 他们就会点那个蜡烛高高的 蜡烛这么高的蜡烛 然后老师第一天升座讲普文评三宝加持 这个讲的法喜充满 然后从心性流露出来的那个法语非常的殊胜 然后法喜充满 他跟那个妙法相应的时候 他从那个心性流露出来的那种智慧法语 就是其之不尽 用之不解 那不可思 不可以 没有办法去 我们讲说李延收像 李新年像 李明治像 没有办法去形容的 那么他讲完以后三宝加持 三宝给他鼓励 那么第一天就结了那个灯花色力 蜡烛就结了灯花色力 阴阴的 那么那个基司就说 老师不得了 你的奖金 隆天勇富 结了这个灯花色力 老法师说 那个色力要打不破才算色力 那打破就不是色力 那他们说的也是真的蛮神奇的 这真的没有打破 老师就很高兴 很高兴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大侧大悟 我们还是会退转 所以我们有三不退 卫不退 行不退 恋不退 卫不退是不会再退到凡夫 在凡夫的境界 那行不退呢 不会再退到二圣 小圣的 那练不退呢 练不退的 练练都跟智慧相应 就练练流入沙婆肉海 沙婆肉海就是印度的范里 翻成中文叫功德海 法生大士一心不乱的都是练不退 就是大士之菩萨 练佛言通上里面讲的 静练相继 那就是练不退 你没有大错大悟 你怎么会做到练不退呢 你一定是会退转的 不要做行不退了 你马上退到欢呼 那老师就第一天讲完就很高兴了 太棒了 太棒了 结果第二桌再气 上个礼拜那个太棒太棒 那个我子就跑出来了 那个得失心就跑出来了 那个叛人心就跑出来了 结果第二次升座的时候 一样讲那堂课 讲一个半小时 从头到尾急得不得了 就自己讲的遍体汗流 不晓得自己在讲什么 又紧张又急 后来整个脑袋空白下座 因为他说 在讲什么这里都是不知道 就知道心中恍惚 你就知道说 心性的东西是得么不可思议 智慧的东西 太不思议了 我们现在所用的 都是凡夫的自荐 我们看看进攻法师讲 无量受精可注 对不对 第一次讲的 第二次讲的 第三次讲的 老法师说 后后是你前者 每一遍 每一次讲的境界都不一样 叫后后是你前者 为什么 他境界提升了 所以上次老法师来 来我们这边开示 他说 你们还在播华眼镜 我说是 那你们在播现在的 第三回的无量受精可注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圣人的禁忌 跟烦恼禁忌 差异都在这里 是